您好 欢迎收看突发美国 我是关键 7月8号周三的上午西雅图市议会预算委员会推出了一项议案 要求警察部门削减开支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这项提案是西雅图除罪化联盟和金线平权在行动两个组织共同提出的 旨在全面削减高达50%西雅图警察局的预算 并将其投资到由社区主观规划的项目上 市议员特雷莎·摩斯达是该提案的积极倡导者 并得到市议会其他多名成员不同程度的支持 华盛顿大学助理法学教授安吉拉·查萨罗 在周二的会议上对市议会成员表示 我们无法摆脱警察暴力 温和改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项激进的提案要求大幅度削减西雅图招聘雇员和培训的预算 并终止支付警察的加班费 助理教授查萨罗对于警察的加班费提出严厉的批评 指出在绝大部分预算年度 西雅图警察局的加班费都超过了预算额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